欢迎使用SchoolMessager 这个视频将会教你如何在App上设定SchoolMessager的账户 打开你的手机App Store 从HDSP Mobile App里找到Messages and Absences图标 点一下 它会引导你去App Store下载SchoolMessager App 下载后点一下Sign Up 输入你的Email地址 Email必须是在注册孩子时使用的Email 设定密码 密码必须要包含一个大写字母 一个小写字母和一个数字 而且至少要六个字母和数字 确认地址是加拿大 然后再点一下Sign Up 随后你会收到一份Email 你需要点一下Email的链接来确认你的Email 这样你的账户就设置好了 使用你设置好的Email和密码 点Login来登录 第一次登录 它会显示让你输入你的姓名和父母或者监护人的身份 这些都输入完以后你就可以使用你的账户了 好